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集是第二集美丽四十路的冠牙桂军 三位美女仍然在我身边 你知不知道她们三位进来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我们幕后的朋友 我都说 这么年轻 没有理由的 哪有四十岁 她说 比过那些什么小姐 真是的 现在在后面的男孩过来说 现在的人都会遮遮遮 是吗 不是 你以为那有暖舞狂吗 我又不见到哪个喜欢我 我们上一集就说了大家得奖感受 今集我又想了解你多些 还有我知道你每个人 因为都是很大的勇气 因为我不知道 我觉得我当初我二十岁的时候去选美 我觉得已经是勇敢不得了 但是去到你们现在人生 都差不多三十几四十岁 去参加这件事是一点都不简单 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的故事 有一些过去 Cindy 像你这样 我知道你做好的东西 是的 你什么都懂的 我找到钱的我就做了 是的 你这么说的 哇 很危险 原来我问过她 她又会舞龙 又会做皮影器 又做突药 又教瑜伽 又教瑜伽 健身 还做很多escort escort 什么escort 她会吓死我 那是你做伴侣 你说清楚 知道吗 是你误会的 是不是已经有一个名称 做那么多东西的人 叫什么族 邪光族 是的 你算不算吗 是的 你是吗 为什么要做那么多东西 因为我 其实我是一个很怕门的人 而且最初我就是想做演例的东西 但演例的东西又收入比较不稳定 还有真的一个月才能做四五单 所以我其他时间 我又不可以没有收入 于是我就去 又去学做运动 然后又去学瑜伽 这些都帮到我演艺 我觉得 但是我刚才就问她 我先知然你是认识舞龙 是不是 是的 为什么你会认识舞龙 我是做那些 小口祖隔壁的那些 金铜玉女 哦 你不是拿着龙头那些 哎呀 吓死我了 金铜玉女 然后就要帮他们说很多东西 是的 因为有人负责打 然后有人又会负责说一些祝贺说话 哦 是的 好似那些大琴姐的那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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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发财好事 什么什么 那些生意兴隆 而且他们要抛那个生菜出来 那我就会叫他们 你过来站在这里 那你接着我接着呢 那就会发财的了 然后他们很开心 就会派一些利识给我 咦 新年不是很忙吗 没错 很多利识 新年是圣诞 但是以前是最多东西做的 是啊 你现在算是冠军 算是冠军出来的 嗯 那你觉得你还会继续做这些东西呢 还是你会有另外一些展望呢 这些东西我觉得 如果可以继续做 而价钱也认为合理的话 其实我就会继续做 哦 但是其实未来我想更多的 就是可以做到 莫浅的演出 是 那这个我都很清晰 在一个节目里 我都会和很多人说 其实我是最希望可以做演员 我是真的很向往在一个镜头面前 然后再看回萤幕到我自己的表现 嗯 所以其实这个是我继续坚持下去的目标 那我觉得赚多少钱 其实又不是很重要 是 因为我所有东西都够了 我吃的东西都是一个橙和两只鸡蛋 蛤 是啊 你说我不吃东西的 不是啊 我吃很多 我看到你是吃菜吃豆 吃很多东西的 我吃很多东西 是吗 她吃很多零食 她吃很多零食 这么瘦还可以保持得这么好 多谢妈妈 好了 那你呢 Cony 我知道Cindy很向往以后 希望在幕前发展 但是我知道 原来你又做过梁朝伟的妹妹 是的 以前 你又去日本去面试是吧 那个 笑室折桌 是的 那其实你是不是当年 在你年轻的时候 都打算在演艺方面发展 以前十几二十岁的时候 有想过的 都很向往 像Cindy那样 很向往在幕前做 可能唱跳 那时候 因为很喜欢安室奈美为 是的 所以很想去模仿她 如何去唱歌 跳舞 又有机会去到小室折桌 那个面试 但是 自己都不是那么够了 都落選了 是的 有没有看到叶佩文她们 那时候我们会分批的 那时候我们在香港半岛酒店 那时候 噢 不是去日本的 不是啊 我们距离了香港 但是就在半岛酒店 我们在Lobby等 逐个逐个上去 上房的 是的 很危险 很危险 还认识几天 但是男男女女一起上的 又男女女的 你那时候会讲日文吗 那时候还未认识美国日本的 是的 没过日本的 就是 那在什么 可能她看样子 那时候我还未演唱 她看样子又很傻傻傻 包包面 完全 不起眼 那我觉得落选都合理的 幸好落选 如果不是 就没有这个美丽四十第三名 是的 是的 所以当年就是 很多东西的失败 所以就去了日本读书 嗯 但是你后来 为什么会有转行去做健身教练 因为其实我在日本读完书之后 回来香港是自己开店 开时装店 开童装店 但是因为香港的零售太差 那就是要斩脚趾 要剪我们的店 当时我就想去做些什么 那时候我就想 其实我自己 喜欢移动我们的身体去活动 那我不如去考健身教练 那考考考考 今年都做了第八年 哦 是吗 所以每一年就读很多书 读很多的文贫 书 这样 其实你也是很坚毅 很坚毅 因为我知道做健身教练 一点都不容易 尤其是我们女人 就是你要对自己的身材 很苛刻的东西 饮食 因为我生完第一胎 我肥了五十磅六十磅 如果有看我的IG 我觉得是很肥很肥 肥得起整个小肥猪 但是现在就练到人 为什么练到马甲线呢 其实真的要忍口 我通常都要跟丑尼说 而且我又不是千山泥質 我亦是异肥体质 我又是异肥体质 那只要忍口和做饭 但是你昨天才读完糯米鸡 是吗 我看到糯米鸡我真的疲惫了 是鹹肉粽 是 还有肠粉 还有肠粉 这些是不淀粉高 不吃 所以我们吃的时候 就尽量去吃 不吃的时候 好像我们参选的时候 真的很抑量自己 所以有几宅爆哭 其實我也很想吃東西 原來是想吃東西 你以前會這樣嗎 我當然會這樣 你知道我比你還胖 我胖了180多磅 但都靠你減了 但到我生病的時候 因為我吃胃固醇 就影響體重增加得很厲害 那就算了 因為我年紀大了你們很多 我對這件事已經放棄了 我想都沒想過 馬鴿絲 我有命就行了 就是這樣 但我又知道 今年是一個不簡單的年 很多變化 這年紀半年是很多變化 你又參加美麗46 你又放棄了一段婚姻 你覺得這件事 這個婚姻對你來說 是向你人生邁進另一步 還是這個是你去參加蛇路的動力 其實也是 因為我覺得 維持了十幾年的婚姻 我都在想 作為一個媽媽 作為一個太太 是否堅持去維持 是否死忍一段關係 但是我又覺得 有一個 點是 如果我再跟這個人在一起 我覺得好像 沒有核 死了 幸好他不懂得聽中文 幸好他是日本人 一會兒去看冰姐 YouTube 沒有日文 他叫人翻譯 沒有什麼朋友 OK 所以我覺得 我的人生 人生下半場還是很長 至少還有三十年四十年 我想去走我自己想走的路 不是說 很多牽引 是的 我覺得我很慶幸 你這麼早就可以決定 不是 因為我自己拖了很多很多年 所以 其實現在想起 我覺得很遺憾 因為如果沒有拖這麼多年 我自己可能有另一種 光景出現 不是 初初其實都很對不起小朋友 我會不會因為 會不會因為這件事 搞到小朋友 很大壓力 為何一個崩潰的家庭 但是 到最後 原來他們又很開心 最初是有一點點不開心 為何媽媽和爸爸不可以一起住 但是盡了我們的能力 然後就會說 你看看 我帶你去完旅行之後 爸爸又帶你回日本 然後一個夏天可以去兩次旅行 哇 發達 然後他們又會開始很開心 然後我們會 我們都很歡迎 爸爸都會來我們家 那星期六和星期日 又可以分開玩 分開吃好東西 我覺得他們很開心 所以都希望他們 童年會為了一個陰影 在他們的童年 一定會 你有這麼努力上做媽媽 對 一定會很好 對 謝謝你 不用擔心 這個媽媽 還有兩個兒子都很乖 很乖 我每次去上樓機都覺得 他這麼乖 我都很感恩 其實真的很感恩 他真的很努力去照顧 但我又要問一下Taylor 我一集看到你和小孩子玩 對 和小孩子玩 你幫小孩子過了那個城網 你扶著他 很開心 過完了 但你抱著他 結果你大哭 爆哭 我想問你為什麼 是因為你見到小孩子很動情 還是什麼 其實我那一刻都沒有想過自己會哭 但是就可能是因為他由他 他說他很害怕 因為他剛好 分配給我那個很小顆 然後他說他很害怕 他不敢走過去 我就覺得 為什麼可以鼓勵到他 一起去走過這條路 完成這件事 我們不可以說 我們就好像我們參加比賽 參加的時候 沒有理由說 中途不參加了 我們走了 我就希望我們可以一起去 完成這件事的時候 然後是好像由他不認識到認識 然後信任我 他把腳放在我手上 我就一直這樣 撐著他 撐著他過去 然後我就覺得 因為我們是第一天見的 所以我覺得 他願意將他自己交給我 我那個 信任 對 信任很觸動到我 還有 其實我一直都很想要小朋友 那時候 之前就是因為我 紫光外隱 就是六年前 就是跟那個 晴晴 那天分配給我 那個小女孩 其實是同一個年紀 是啊 如果當時我 有幸 懷孕 生她出來的時候 她就是這麼大 所以我覺得 那一刻是 我們一起完成了整件事之後 雖然我們是 輸了 但是那一刻是 我們 我覺得 我不知道怎樣 那一刻就會 很想抱著她 然後 然後 他說也是 就是說 那時候小朋友 很容易做 拿紙巾好不 可能一陣子 但都可以了 哭得這麼厲害 所以 我就覺得 如果當時 我不是你的身體不好 如果可以 調理自己身體好的時候 可能 不會有這件事發生 我可以保住她 然後 她就可以一起生活到現在 她六歲了 我可以看著她 由小小的讀書 然後我可以和她一起出席活動 一起扮漂亮 你不要擔心 你還很小 你38歲而已 是吧 是小小高齡 我生我的女兒是37歲 她出生我已經38歲了 她現在很好 很健康 所以你不用擔心 你快點 因為調理身體 調理身體 趁她在香港 你快點找個中醫 看看中醫 沒錯 跟你們運動 跟我們運動 健身 調理好她 快點 撕她出來 多謝大家 但我覺得你老公也很好 因為你們有些親人上台 和你們加油 你老公也很紅 對 其實她很忙 在火鍋店 因為人手不足 所以她經常都找不到一個人 可以頂她這個位置 她便可以出走 或者可以經常陪我 她一腳踢的 她一腳踢的 你幫忙嗎 火鍋店 疫情時有幫忙 即是沒有 她那次去台灣跟她 她也沒有出現 是嗎 她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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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停地出出入入入 因為她也是那些 一工作就會很投入 怎樣可以令到她更好 溫健師好 對員工好 我很欣賞她這一部分 所以她這次都說 無論怎樣都好 我貼過東煮遊戲 怎樣都來支持你 你已經很努力 她看到我其實都是很累的 經常一早就出去 然後又有好東西回來 因為我們可能有訊息 她說 你回到家了嗎 因為我們其實 雖然是分隔兩地 但其實我們覺得 都保持到 好像初戀那種感覺 就是戀愛的感覺 其實都還在 很紅 是啊 這麼好 每天都有視像 然後 不知道我覺得其實都是 喂 你應該做KOL 你出館 你試著拍片 是 你教別人怎樣令到你的愛情保鮮 其實台灣也有很多人問我 是嗎 很多人問我說 你怎樣跟你老公 保持11年都可以這麼好 為什麼要維持 所以我也覺得 所以要飛來飛去 不要見那麼多 要決勝身分 是啊 然後 所以她這次又拿了麻辣醬 說這麼辛苦 台節目學的 也很辛苦 她到最後的時候都派給大家 但是她拿了一個安全帽來 是啊 安全帽其實都是一個故事的 故事就是 其實 因為我一向都覺得 在台灣 對我來說 好像沒有一場很浪漫的一件事 對我來說 是嗎 很多層 很多風灑 我覺得 那種很自由 有風的感覺 可以看著風景 很浪漫 然後抱著她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有一次的禮物 就是送了一個安全帽給我 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一個定情信物 因為我 我自己覺得 好安全套 好安全套 哈哈哈哈 然後 之後 就 對 然後 我自己想 其實 其實我自己想 我覺得 這個男生 因為一架車 只可以放兩頂安全帽 為什麼 有一個位置 是我 留給我 所以 我永遠都留在她身邊 然後 其實我自己想 你知道 水平座 對 自己是很活在自己的世界 自己想很多浪漫 之後 我也沒有想過 她這次是 都用安全帽這件事 打動過我 因為我們完全是 她不肯跟我說 她送什麼給我 因為她說 她想在上台的時候 她很自然 對答 所以 完全沒有 我又不知道 她 準備了什麼禮物 我沒有想過 她那一刻 走著你 我就覺得 哇 很感動 她說 其實在台上 她很緊張 她不習慣 對 她明白我 她說 原來你站在台上 這麼緊張 這麼有壓力 因為那時候 可能 剪了 我那時候 我看到她的嘴巴 我摸著她 我說 你是想哭嗎 然後她都 她說 她其實很緊張 她說 不過如果有個男人 在台上跟我說 我一輩子罩著你 好啊 哎呦 我都很激動 我現在都想 我現在都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們說都有人罩著我們的 太過我們的媽媽了 哈哈 男人就 未必過她這麼無才 嗯 你老公很有眼 是呀 恭喜你 你沒有朋友 介紹 是嗎 你沒有男朋友 Sindy 哎呀我這些 你又知道她沒有 我不知道 我猜不信 她怎麼沒有男朋友 今天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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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沒結婚 都沒問你 因為這樣的 本來我是前年結婚的 但是 我真的想了很多年 就是有 第一天 當時我的前男友 跟我求婚 我那時候已經很有問號 因為我覺得她的脾氣比較大 哦 我就是很溫柔的 你都知道 是 我經常都被她用言語暴力 那時候實在很辛苦 特別是COVID的時候 每天都見 是的 我有陰影 如果我要結婚 可能是一件好事 因為36、37歲 不結婚的話還會幾時 但是 如果我結婚的話 可能我會後悔一輩 那 現在聽到後 就會覺得 當然是順利成章 當然是不要結婚 但是那時候 我是掙扎到最後那半年 我就真的說 對不起了 就算所有事情 我已經給了錢 安排了 但我覺得 如果我這一輩 是這樣的下去的話 我應該會很生氣我自己 是啊我真的恭喜你 你真的做了一個很對的抉擇 我不需要不知道的人 我聽到暴力 這兩個字 就已經覺得 憤怒得不得了 是的 無論是行為暴力 言語暴力 精神暴力 都不可以接受 所以我就會覺得 現在好像 走了出去之後 我才知道 原來這個世界這麼美麗 是啊 原來 哎呀 你一撤掉它 你一參加這個你就贏了 是的 哎呀 恭喜你們 真的 我們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很多謝你們三位 今天跟我分享 謝謝 很感動的 全部我都喊得不得了 真的 我應該下次找人 我們就在一些秘密的地方 盡套心中情 好嗎 OK 那我們下次再見 好 OK 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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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